谁谈男朋友你去问 对啊 我就问问他跟他前任那些事情 但是问完之后他就很坦诚 他真的很真诚地跟我讲这些事 他跟我讲完之后 但是我心里就是会不舒服 然后就自己胡思乱想吧 就他男朋友他前任 他前对象 他之前谈那个对象对他非常不好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嘛 说了之后 就是他对人家很好 他对人家很好 然后但那个男孩子对他特别不好 然后我就心里会感到不舒服 我也不知道是就是感情洁癖啊还是什么 就心里感觉怪怪的 所以说你现在想怎么样 想跟他谈还是想跟他分开 我肯定想跟他谈啊 但是我一想到他对的前任那么好啊 然后 对的前任付出什么 然后我就特别不舒服 嗯 他对你也照样好呀 对啊 他对我也照样好 但是我一想到之前的人那么对他 然后就心里感觉挺怪的吧 嗯 你把这个事情看的太狭隘了 你既然要跟他谈 你就要接受他的一切 接受他的过去 接受他的曾经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女 这个人也比较实在 那么你问他如果轻描淡谢的一说 你可能心里面还能好一点 结果就是他实实在在的说了 他很实在 他实实在在的说了 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说 你应该感谢他对你的信任 应该感谢他对你的真诚 你想过这一点没有 我也想过呀 但是我还是会去比较 就会去比较 就是为什么对他那么好啊 怎么样 还是会去想那些东西 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 你就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 你愿意跟他谈 就是说你就要去把这些东西放下 如果你自己放不下 做一个心理疏导 让心理咨询师来帮你放下 如果你实实在在 放不下这些这些事情 心里面容纳不了他的过去 那么就不要跟他在一起 两个选择 嗯 你想选择哪一个 你如果想选择跟他在一起 就找一个好的心理咨询师 完了以后给你做一个 就是说情感的清洗 那么下来以后慢慢的跟他去谈 如果说你 你感觉到这个事情 不管怎么样来说 你坚决的不能接纳 那么你就封锁 重新找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 都可以 因为你今年才23岁嘛 对啊 嗯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喂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咧 下去咧 其实这个同学 问题就是二选一 要么在一起 要么分开 要么在一起 要么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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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么分开